日本今天向美國正式購買的 那麼LF-15可以直接發射射程900公里的空對地飛彈 今天大量 我問你啊 日本要打哪個國家需要900公里的空對地飛彈 這些不都是衝著老共來的嗎 所以你就知道 那麼大家的目標在第一島鏈裡面 大家的目標都一致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跟他們買 這個彈簧刀攻擊制殺五人機了嗎 因為我們會做彈頭 那它的彈頭就是CL-20 那CL-20號稱是第四代的這個炸藥 它的炸藥的那個整個爆炸的功能呢 增加40%以上 在中國高度的關注是在三折基地 嚴國基地跟加總大基地 三折基地直接把F-16改成F-35A 而且一下子增加了48架 嚴國基地這邊有很多的軍艦 我馬上增加大幅增加F-35B 我可以在什麼 可以在艦艇上起降 另外就是加總大基地 本來把F-15現在改成F-15EX 變成什麼 炸彈卡車威力增強數倍 這個對中國來講真的壓力非常大嗎 那麼我們剛剛大家都想到這個日本呢 那麼向美國購買的這個戰斧巡运飛彈嘛 對 今天日本又購買了一個東西 日本今天呢向美國正式購買了 那麼F-15呢可以直接發射射成900公里的空對地飛彈 今天大量 我問你啊 日本要打哪個國家需要900公里的空對地飛彈 空對地 空對地飛彈 對地面作戰 日本要打哪個國家嘛 我請問大家嘛 那他的假想敵跟他的 那麼包括地對艦飛彈意思是一樣的嘛 12世的地對艦飛彈 還有他的防空飛彈等等啦 這些不都是衝著老共來的嘛 對 所以你就知道那麼大家的目標 在第一島鏈裡面 大家的目標都一致 為什麼 就是衝著老共來 包括反艦 包括防空啊 這些飛彈 還有包括空對地的飛彈等等啊 都是完全都衝著老共來 那至於剛剛講的這個CL-20 那麼寶傑你知道 我們在兩個禮拜前 剛剛跟美國完成了一筆交易 是什麼交易呢 是彈簧刀無人機的交易 對 總共買了760套 他的彈頭前面這個無人機 攻擊自殺無人機的彈頭 裝的就是CL-20 現在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要跟他們買這個彈簧刀 攻擊自殺無人機的嗎 因為我們會做彈頭 那他的彈頭就是CL-20 然後除了我們買了760套之外呢 美軍事實上明年又買了 那個彈簧刀飛彈 彈簧刀的這個攻擊自殺無人機呢 也買了1000套 前面放的彈頭也是CL-20 那CL-20號稱是第四代的這個炸藥 因為我炸藥之王嘛 因為很簡單 它比第二代我們常講TNT啊 那麼它的炸藥的那個整個爆炸的功能呢 增加40%以上 以前美軍第一個 全世界第一個開發出來 之所以沒有大幅度大規模的用 是因為美軍一直沒辦法克服 它的錢太貴 但後來呢 老共也發明出來了 老共把它放在 放在這個所謂的這個東風飛彈的前面啦 中國做彩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不能用核子彈頭打的話 那你當然飛核彈頭裡面的 炸彈之王就是CL-20嘛 所以老共把它放了以後呢 美軍發現 這樣不對啊 老共把它放在這個上面了 我如果不放的話 我怎麼能夠贏他嘛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們都覺得很奇怪 你從烏克蘭政府所公佈的相關的引擎 裡面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的無人機打下去了以後 怎麼它的爆炸威力這麼大 為什麼俄羅斯的坦克呢 不管它是多少型號的 被它的無人機打到以後 它怎麼為什麼會爆炸那麼大 現在知道了吧 這些無人機的前面裝的都是CL-20 所以呢這個炸藥呢 現在我們的中科院蠻有意思的 我們的中科院其實我去查了一下 已經公告在中科院的相關的網站裡面呢 是直接公告高能火炸藥CL-20的技術開花 已經公告 全部都直接公告在中科院的這個網站上面 所以你就知道 那我們現在 突然間我們的技術突飛猛進對不對 突然間突飛猛進 我研究10年沒有進展 突然會了 各位要知道 台灣突然間突飛猛進對不對 我們為中科院高興 也為台灣高興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只用在這個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自殺攻擊短程的輪跡上面 你的這個雄3 尤其是雄3飛彈征程型 雄3飛彈征程型 增加的不是一倍的距離 從200變成400公里這樣而已 基本上其實它是一顆全新的飛彈 那它現在彈頭 我們現在不是拼命在做拼命在做嗎 全部換成CL-20的話 也就是你把它的殺傷力 彈頭殺傷力再乘100這次以上 那就是我們現在的雄3 然後雄2飛彈 還有可以放在反艦 當然也可以放在這個天空山形的各式的飛彈 紅樽粉艦彈有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第二代 現在正在沿泥第三代的紅樽火箭彈 我們政府目前為止買了2萬多枚 紅樽火箭彈 但問題是因為它能夠穿透的專家有限嘛 如果第三代的紅樽火箭彈 全部加裝的是CL-20的話 那會怎樣 它的貫穿能力是不是更高 所以事實上 千一法律動全局 老共當然也知道 老共自己本身也知道 但是老共把這個CL-20呢 放在比較高單位價值的 比如說東風 東風飛彈 這些常見飛彈的放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 如果像他們講的說 那個價格非常低的話 我問你它為什麼不所有的炮彈 所有的飛彈 所有的火箭彈全部都換 還是沒有嘛 大部分還是用TNT嘛 不過站在台灣的立場跟它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防守的單位嘛 我們是防守的單位 只要能夠付出自己的 那我們自己本身不在乎錢 台灣不是缺購買彈藥的錢嘛 台灣是缺技術缺人家要提供嘛 感謝宋科院突然間就被猛進 研發出的CL-20 台灣從今天開始 我們有這個所謂炸藥之王啊 有這個炸藥之王保護了以後呢 不要忘記哦 那麼美國就直接把30公里的 榴彈炮的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技術呢 委託全部原料由他們出 然後由我們的兵工廠來造 我們不要小看台灣啊 一年從美國的這個軍火上面呢 那麼子彈我們賺的4億多啊 那還有我們現在的205兵工廠呢 那麼全部改裝了以後 以後每一年包括這個9公里的 包括7.66公里的 5.56公里的原因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 一年的EOE呢 要拼命的打把一個人 一年要打800多發 所以暫時就不賣給美國了 要不然的話 單單從這些賣對不對 台灣物美價廉 一枚子彈賣5塊多 美國美國軍火商賣10塊 所以美國願意跟台灣買 而且我們的品質非常好 破彎戰爭的時候去打伊拉克 美軍所有這些炮這些子彈 都跟台灣下訂5億顆嘛 所以你就知道 不要小看我們台灣自己本身的軍工業 對的 是 你是戰戰特寫隊 你是我們這裡唯一玩過炸藥的 你是真的曾經爆破過的 你剛剛講你以前用的是TNT 可是現在剛剛講 台灣現在有CL20了 這個CL20剛剛我們講在二戶戰爭上面 已經發揮極大的作用 剛剛講彈簧 刀 無人機 這麼小的彈頭 我都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傷害力 你說CL20如果加進來了 放在我們的熊風2 剛才我們的熊2飛彈 熊3飛彈 我們的所謂的紅樽火箭彈 那個殺傷力會更可怕 為什麼我們特別中科院今天公布 台灣有的CL20了 那麼為什麼那麼重要 因為很簡單 因為它的殺傷力 它的破壞力呢 比這個TNT黃色炸藥呢 要增加了二分之一以上 它的同樣的重量呢 它的殺傷力 爆炸力 威力更大 所以呢 為什麼這是對台灣來講 很重要一件事 因為中共即便已經發展出來了 CL20啊 但是它大部分都放在東風飛彈上面 它放在東風飛彈 或是長程火箭彈上面 它在近距離的攻擊的相關砲彈裡面 比較少用 講白了啦 雖然它號稱說CL20對不對 它的價格比美軍要來的低很多 大問題是還是很昂貴 比起TNT來講還是很昂貴 那麼我在三十幾年前 震撼特檢隊的時候呢 我們都玩過TNT 你玩過TNT 當然啦 TNT黃色在 你炸過 對我們來講對不對 就好像當年823炮戰 下面睡的一堆手榴彈在上面睡覺 意思是一樣的嘛 你每個震撼特檢隊 一定都要玩過TNT 都要引爆 為什麼 黃色炸藥 各位可能沒有爆炸過 沒有禽子去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 不知道的人以為是 我們一般的香皂肥皂 那麼它的穩定性非常高 第一代的消化肝油很危險 然後非常不穩定 但第二代的TNT TNT非常的安定 非常的穩定 你拿來摔拿來烤都不會爆炸 它需要一個小爆炸來引爆它的大爆炸 所以需要雷管 對 需要雷管跟性管 所以那時候我們身上都掛一大堆的性管 然後雷管 你不要小看一小根的雷管 雷管大概跟你的手指頭差不多大小 插在TNT黃色炸藥 點燃了以後用導爆索 那麼直接把它引爆了以後 整一個小雷管可以把你整隻手炸掉 然後它用這個爆炸來破壞TNT黃色炸藥 通常我們都以二分之一磅為一個單位 然後呢 那麼你不要小看它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幾磅重的TNT黃色炸藥 可以把整棟建築物全部炸掉 把飛機什麼東西全部炸掉 剛剛講說TNT已經這麼厲害了 CL20比它還厲害 而且這個CL20台灣的中科院 已經自己研發出來了 那什麼叫做CL20呢 因為TNT是第二代的炸藥 CL20是第四代的炸藥 那它因為它的價格比較昂貴 所以呢 美軍 美國呢 第一個 全世界美國第一個發展出來 並沒有大量使用 但是你看我們明年要買的彈簧刀 760套 它的彈頭全部都是CL20啊 我相信 我相信包括我們即將使用的 250架的這個劍翔攻擊自殺無人機啊 那麼還在 還在 正在這個等於說 這個 正在這個等於說 搶 趕攻的過程當中的 這些建築製造無人機的彈頭啊 也非常有可能用CL20 CL20對台灣來講啊 如虎添翼 我們各式各樣的這個等於說 包括這個無人機啦 還有包括彈頭啦 包括紅準火箭彈 第三代的紅準火箭彈 因為第二代只能打的這個 穿透的這個等於說鋼甲有限啦 但第三代如果再用這個CL20的話呢 做它的彈頭的這個炸藥 跟剛剛講 它的炸藥對不對 可以讓你的炮彈飛得更遠 穿透的更強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 再過一兩個禮拜 中科院即將在台灣的東南部 試射一個神秘的全新武器 那什麼東西 不肯公布 不肯公布 那大家都在猜對不對 這神秘的武器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飛彈很多了嘛 我們各式各樣的飛彈 聽說我們現在地對地的飛彈 都即將超越2000公里 而且集音速超過五倍以上 那麼可是顯然不是這個飛彈 那麼最有可能就是我們的 雲爆相關的這個等於說 那麼D3的相關的 這個105公里的這個戰甲車 那這個105公里有什麼了不起 這是我們自己去發明出來的東西啊 它的105公里的裡面 它號車八個輪子啊 號稱可以啊 時速超過100公里 然後呢 它外面的這個裝甲呢 30公里的這個穿甲炮呢 穿甲彈打不穿 而且它裡面呢 直接那麼鎖定目標了以後呢 車長交互目標跟我們即將 美國給我們的108輛的M1 A2T是一樣的 鎖定了以後呢 那麼直接射手就位 然後發射的同時 又去找另外幾個目標呢 不斷地打不斷地打 一輛炮車裡面有33枚的這個相關的 這個等於說各式各樣的 包括穿甲彈 包括人員殺傷彈等等 包括現在 那麼如果有人要從台灣的沙灘上面登陸的話呢 直接 啪啪啪啪啪打出去了以後呢 一枚就可以造成像有點像雷霆2000 小型雷霆2000那樣的效果 對 講到雷霆2000 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這麼多這麼多的飛彈啊 這麼多這麼多的火箭彈等等 現在有了CL-20 那麼加入戰場了以後 那麼請問一下 對保衛我們台灣的這個本島的安全 難道沒有進一步的貢獻嗎 好 這邊 我們再講說 二戶戰爭值得台灣高度觀察是因為 二戶戰爭用的武器 未來台灣跟中國用的武器就這一套 現在中國你防範的就SAM-300 SAM-400 跟台灣我就是要打開 擋住打開你的SAM-300 SAM-400 這個東西是毛雨頓的一個戰爭 而現在更精彩了 現在我們知道在俄羅斯 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他的SAM-300 SAM-400 以及英雄無用之地 他根本就是廢鐵 所以他們把最神秘的SAM-500 給弄出來了 就沒有想到 他的SAM-500 居然也擋不過這個ATS EMS的 這個攻擊照樣被擊毀 你說 現在中國人一個頭看摩特修了 SAM-300 SAM-400沒有用 SAM-500沒有用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我不是剛剛講的 陸軍戰術飛彈 ATS EMS把你炸掉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我展示什麼 標6飛彈已經變成 從艦載變成機載行了 如果標6出手 那所有的SAM-300 SAM-400 SAM-500 都不是他的對手了 SAM-500號稱是全世界最強的盾 這一場毛與盾的對決 竟然在這一次的俄烏戰爭當中 被輕易由烏軍的炮兵連 發射美軍的ATS EMS的戰術飛彈 就把整個俄軍的SAM-500給擊毀了 這讓大家整個跌破眼鏡 那你想想看 其他不管是俄羅斯 中國最新的防護武器 你碰到其他美軍最先進的飛彈 你怎麼辦 沒用了 那為什麼會沒用 你看 我們在講說標6 神盾艦 大家都聽過神盾艦好厲害 神盾只是他的防護 跟他的雷達和偵測系統 他最重要的一定要有攔截飛彈 你們知道神盾艦 那一個攔截的飛彈是什麼嗎 他就是在神盾艦上面 裝上標6飛彈 所以神盾艦厲害 是厲害在他的徵收 徵收之外就要靠標6飛彈去攔截 標6很厲害 標6飛彈以前都裝在海軍的軍艦上面 只有用船來發射 然後偵測到這個飛彈的時候 就靠這個神盾艦上面的標6飛彈 把他給擊毀 沒有想到現在在環太平洋軍演 被眼尖的記者 還有這個外界發現說 F-18大防風的戰鬥機 他的這個機翼翅膀下面掛的 竟然是空射型的標6飛彈 他的上面雖然有一個型號 這個型號是寫MAIM腰拐4B 而且放大給大家看 這個藍色 這藍色像斷帶一樣的這個系 表示他是一個訓練用的彈藥 也就是他沒有裝上了這個火箭 跟爆破的這個裝置 但是他有這個雷達 有Sensor 有可以這個雷達導引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他大體的這個 整個飛彈的形式都出具了 而這個經過美軍的解說 才知道說原來 他把那個標6飛彈 是用艦射式在神盾艦上發射的 他改成由戰鬥機來裝 那戰鬥機來裝的話 他的射程也更遠 射程到多遠呢 射程至少到240公里 因為標6飛彈在艦上面射程 就是240公里 如果是真的話 那確定美軍將在冷戰時期 冷戰時期美軍有第一款的這個 等於是長程的空射型飛彈 是鳳凰飛彈 是AIM-54 那如果這樣的一個 MAIM 腰拐勢逼 標6的空射型飛彈 確定以後要在美軍的戰鬥機上面裝的話 他是第二種美軍的空射型 長距離的這樣一個空射型飛彈 比我們空軍拿到了這個AIM-12洞 120公里 105公里 射程更長 對 你等於 因為現在有的資料是說 現在如果標6飛彈 變成了這個所謂的機載型 也就是說 他在航空機上面的話 他可以射到400公里之外 是 所以你等於在台灣 假設我如果台灣的F-6戰鬥機 拿到這種飛彈 不管在台北或台中或是台南 整個起飛的話 你直接在台灣上空 你的這個240到400公里射程的飛彈 你整個中國大陸對岸的福建射程的 所有的軍艦跟戰鬥機和機場 全部都在他的射程範圍內 好 那另外就是東升新聞 也去採訪了環台北洋軍艦 我們也上了費之邏輯號 剛剛講的 現在這個 他這個所謂的這個戰艦 這個神通號重新打造 重新打造 你會看到 未來美國的電戰系統 有多麼厲害了 對 環台北洋軍艦還有一個亮點 東升新聞 他這個也有到現場實際去採訪 你現在看到的是 他的艦島的中間有一個那個 我們台灣的海軍的軍艦上 也有看得到的那個方陣快炮 橢圓形那個在中間 他的方陣快炮後面 艦島的後面呢 就是我們拉近的距離再看 他的後面右下方 有沒有看到一個方形的東西 他那個就是MSN的這樣的反艦飛彈 MSN的反艦飛彈 就是像我們這樣畫面 圓圈圈起來這個地方 這是反艦飛彈 對 原來這個是裝魚叉反艦 我們現在在海軍也有這個魚叉飛彈 然後也準備要這個 那個陸基型的 要這個反艦飛彈 那現在他直接要把他們的這個船 裝載了 這個是裝載飛彈結了 為什麼現在才悄悄的裝上去 以前傳出來說 他跟這個神盾艦的這個系統不相容 後來應該是美國開始 克服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你看澳洲的神盾艦 和其他的這個國家的軍艦 幾乎都陸陸續續換裝成這樣的一個MSN 為什麼要裝MSN 他比魚叉厲害嗎 他比魚叉厲害 射程就比魚叉遠啊 魚叉了不起就是一百多公里啊 這個可以到兩百多公里以上 多一倍 對多一倍以上的話 而且他是更精準度高 而且他可以躲避敵方的雷達 他自己上面有一個這個熱成像的 紅外線的一個尋標器 他的Sensor 他可以發現說雷達的訊號在偵測他的時候 他可以躲避 他可以做一個自我保護的裝置 不讓飛彈在發射出去之後 馬上被人家雷達那個找到了 然後就要防護他 所以他會突穿 然後變成想辦法去擊破這個敵人的目標 所以當這個飛茲截羅號 我們才知道說三年前 七年前2017年的時候 6月17號 撞到日本商船 菲律賓的商船 是在日本附近 日本的外海撞到菲律賓上 你看破了一個大洞 後來就拉回去美國的密西西比州 他們的一個這個 英格爾斯的這個造船廠 大修一番 本來那時候預估要3.08億美金 後來修一修最後是5.23億美金 大概160億台幣 是很貴 但是沒想到後來美國把它裝上了 剛剛我跟大家講的 這個MSN的這個反艦飛彈 當然令各國大開眼界 說原來如果你這個也可以裝的話 本來它是要裝在星座級的巡防艦 跟我們一般所熟知的LCS 它的近岸巡邏艦 那現在是不是代表 飛茲截羅號裝了之後呢 它也可以裝到神盾艦 所以美軍從海軍的軍艦 到空軍的戰鬥機 你的戰力都提升 老共當然會看在有點不爽嘛 所以你看 他最近就利用他們的央視 釋出了一批的這個畫面 說我們也有英級18 英級12 英級18 他們還故意把英級18的 這個反艦飛彈給秀出來 英級18當然它可以潛射 入射 空射 也只有多種發射的方式 那他故意讓這個英級18 秀出來之後透過央視的畫面 出水了之後貼著這個海面這樣飛行 讓敵人不容易擦 發覺說它這個飛彈 在一開始初段發射的時候是 貼著海面刺音速飛行 等到接近目標的時候 再突然加速到3到4馬赫 3到4馬赫已經跟 這個我剛剛講的標6飛彈 3.5馬赫的速度一樣快了 所以再用這種方式 突然突擊敵人的目標 有這麼厲害嗎 那這是他們講的 號稱是這樣的性能 所以我們看到他們現在秀出 這樣的一個畫面 感覺上你就是要跟環太平洋 將近30個國家 多國的聯盟軍隊 軍艦 潛艦 還有這個戰鬥機 軍紀 互別苗頭 但是真的就是拳頭比拳頭 而且你講說飛翅立拳 除了剛剛講的 這個飛彈系統改善之外 更可怕的是 它所有的電載系統都改變了 而這個電載系統改變 台灣也可以跟它聯合作戰了 這個電載系統改變就在於說 7年前它或許沒有再跟台灣 有像LINK-16這樣一個發射模式 包括我們台灣現在F-16 又不是要買這個F-16V嗎 F-16V的這個F-16CD Block 7 Block 70 Block 72 它上面現在要裝這個複蛇之盾 台灣是五個國家其中之一 包括什麼保加利亞 這個摩洛哥 這些國家都是美國選的說 這個複蛇之盾 大家會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電戰系統 我們的F-16V是有複蛇之盾 複蛇之盾就讓F-16V 變成有毒蛇戰機的稱號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我們的這個電戰系統 我們常聽到空軍講說要 附掛叫外掛式的這個電戰夾艙 通常是外掛在這個下面 後來呢 大家都覺得外掛的電戰夾艙 可能會跟他的系統出現卡卡的 那乾脆是內艦式的 內艦式你看有這麼多點 放在他的這個戰鬥機裡面 他的反應更快 而且剛剛講的這些電戰系統 他可以跟這個 我們的博勝案建置的時候 都會有了這個Link-16相容 那美軍的貝茲捷羅 他就可以跟我們台灣 做一個這個戰場的識別 我們可以跟他聯合作戰 當然可以聯合啊 因為我們就可以識別目標 他是友軍 發現了那個沒有我們的系統 而且我們共同發現他是敵軍 美軍貝茲捷羅的這個驅逐艦 就同時可以跟我們台灣的什麼 包括我們的橫直鎖這些 同時看到這個目標上 你是不是縮短了戰場的反應時間 同步看到就同步摧毀啦 所以為什麼我說Link-16加上我們F-16 本來就有了AISA雷達 還有剛剛講的複蛇之盾 加大你的電戰能力 而且還可以干擾敵軍的這個電戰系統 跟他的雷達去癱瘓他 這才能加速說美國跟台灣 變成一種聯合作戰的形態 好 提問一開始就講說 我們在這個環台比方 就也是衝著中國而來的 而這個跟台灣至關重要 第一個就是費茲捷羅 你現在在這個演習中出現 那台灣也傳說 現在我們的生產的F-16V的 這個Viber也就是我們的複蛇 這個戰機現在的電戰系統 也要出來了 看起來兩個不相關 跟你說它是同一件事情 第一個就講 我把我這個電戰系統弄出來了以後 我的整個搜尋的這個越來越清楚了 然後這個搜尋這個電戰系統 我是可以跟費茲捷羅號 花了一百多億改善的電戰系統 兩個是相通的 對 你知道這一次的Rimpact 它其實重心 當然除了那個攻擊兩棲作戰艦之外 另外一個重心很清楚的 就是電戰系統的整合 你知道29個國家之間 當然這一次來講的話 只有40艘的水面艦參與 然後150架的這個戰機 但重點是什麼東西 就是彼此之間的所謂的 協調作戰的概念 我舉個例子好了 剛剛我們提到這個標6飛彈 標6飛彈為什麼要由F-18來運載 它為什麼不直接由其他的戰機來運載 因為F-18它是沒有逆中的嘛 它事實上是要在遠距離的地方 來發射這個標6 然後標6出去之後 其實在製導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交給其他戰機來處理喔 這交給在前面的F-35 或者是剛剛我們提到像F-16 但F-16沒有 所以標6有一個說法是 A導B射 也就是我是我發射 可是我由另外一個地方 來導引這個飛彈 是的 因為你可以由F-18來導引 也可以由F-35來導引 所以重點是說F-35已經在前面了 而它你這個飛彈出來的時候 它可以用F-35來做精準的製導 然後攻擊它最主要的 因為中國在少女生水面艦很多嘛 所以用水面來打擊這些水面艦 所以其實更重點是哪裡 就是那個系統整合的問題 今天央視放出來什麼 英紀18那些東西 那個都是什麼 那個都是小兒科的東西 因為它只會飛而已 那只是單兵坐在 對 人家是軍團坐在 飛到這個所謂的命中目標 而且人家說真的 人家現在做的事情 是在打擊你的所謂的反艦飛彈 你現在中國你是要試出來 就是說怎麼去應應這個反艦 這個才是合理的 結果你也打出了一個反艦飛彈出來 你不是說在比較說所謂的反艦飛彈 你要比較說我怎麼防範 這種標6的飛彈過來的時候 我怎麼辦 這才是它的重點 結果它演戲也錯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標6飛彈真的是很厲害 目的來講的話它就是說要來打擊這個水面艦來講 它以往來講可能陸對空的 但是空對艦的部分來講的話 你怎麼應應 而且它是有不同的戰績在做系統整合 這個中國就學不來了 因為中國你要學到這個 這個美軍的這樣一個精髓的聯合作戰來講的話 它需要花一點時間的 所以這一次的環太平亞有可看處的地方 就是看他們怎麼去做空中整合作戰 那當然有神盾艦有這個空中的F-18 甚至F-22可能也會出現 還有F-35這些戰機來講的話 他們怎麼去做系統整合 這才是戰場規劃的重點 所以剛才講的 這個對台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如果現在俄羅斯連SUM500都到戰場 我都被你一個ATSM給打掉 ATSM對美國來講那不是最先進的 我連我的老二老三或是老四老五 我都可以把你老大幹掉 這個毛雨頓的戰爭你還能打嗎 是啊 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因為ATSM他是本人的排名 如果我們以現在來算的話 他還排PRSM還排在前面 然後現在標6又可以排在前面 所以你等於是說 你是拿三級的來打俄羅斯的一級的 那這時候一級的都沒辦法防範了 那你前面這兩個又怎麼防範 所以我們來說中國你演戲 要演一點水準一點 為什麼要演水準 就是你要拿出來的是怎麼去 防範這種反艦飛彈的入侵 而不是拿自己的反艦飛彈 去秀給大家看 而且更何況是一個畫面的秀法 沒辦法在實地上來做操作 現在二次的武器碰到每次的武器 你完全英雄無用而定 你完全像一般廢鐵 之前不是講嗎 現在要打的ATSM 也就是把我現在精準的 把你的SUM300 把你的SUM400打掉 但我現在沒辦法 俄羅斯就把最厲害的 最神秘的SUM500也推上去 結果沒有想到 它的SUM500 這個鴨香寶的武器才推出沒多久 又被幹掉了 SUM500 保潔哥可以說是這個俄羅斯的 防空系統的王牌當中的王牌 也號稱是全世界最殺的防護之盾 性能最強 結果沒有想到 在這一次這個俄乌戰士當中 最新的俄乌戰士 這個烏克蘭竟然用美制的 Attackers的這個戰術飛彈 就輕輕鬆鬆的把射程 最大射程具有600公里 它的射高就可以到150公里 到200公里 這麼高的這個地方 造價據稱高達6億美金 這樣的一個這麼高級 這麼貴的 這樣的一個SUM500的防空系統 把它給摧毀 這是烏克蘭的軍方首次摧毀 還是用美軍等級不是很高的 這個戰術 陸軍戰術飛彈Attackers 就把它給擊毀 而且把它的整個雷達 也都整個摧毀掉 這個是烏克蘭釋出來的一張照片 烏克蘭的一個這個 烏軍的他的一個這個炮兵連 他就講說我們先 因為上級還沒有完全批准同意 所以他們先把照片給大家看 他當然想要用擠牙膏的方式 看俄軍你會怎麼回應 你如果再回應 那我就把影片再公布給大家看 你到底承不承認 你的SUM500被摧毀掉了 所以你看到 他是在這個克里米亞 克里米亞的一個這個軍事基地 然後他那邊有這個 附近有一個SUM500防空雷達 跟他的這個部署的防空備彈系統 竟然被烏軍給摧毀掉 當然這個消息也讓這個 俄軍非常的意外 因為我們最強的一個盾牌 竟然被你用這樣的一個飛彈給塗穿 對耶 那如果是其他 我的王牌被你用其他的 普通也沒有怎麼樣的特定的飛彈 就把我給塗穿 而且跟他講的 現在中國最強的防空系統 中國現在最強的盾 就是跟俄羅斯買的SUM300 SUM400 而且他的SUM300 SUM400 還是比俄羅斯更降一級的 對 你都擋不了 所以看到這一幕 大概中國跟印度可能笑不出來 你攻擊我 那我就乾脆把你在克里米亞 至少有90架無人機的一個軍事倉庫 我就會把你給炸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克里米亞的這個放有無人機的倉庫 被烏軍給擊毀了 那還有烏克蘭甚至對這個塞凡堡 克里米亞那一帶 他發射了至少超過六枚的風暴之影的這個飛彈 打到塞凡堡 打到塞凡堡去 塞凡堡曾經是黑海艦隊最重要的一個這個基地 他的總部 那他的母港在那邊 尤其是塞凡堡那邊還有這個 俄羅斯黑海艦隊的758 他的一個後勤中心 據說也被這個烏克蘭給爬 他用發射的風暴之影飛彈給摧毀 那俄軍還為了防止烏克蘭他們的有一些這個 不只是無人機 還有無人艇靠近 你輕輕鬆鬆就會把他的軍艦給擊沉了 所以你看到沒有 現在夜間的這個射擊 他幾乎有點是 你也不要說什麼是那種亂彈亂槍打鳥 但是他就是無目標的 不斷的對海上艦領 還有對空不斷的掃射 因為他就怕他無人機靠近 你說這俄羅斯 這是俄羅斯 盲目射擊 對盲目的射擊 他就這樣子整個夜射亂打一通 當然你透過紅外線熱顯像 可以看得出來 他好像有打中某些東西 但不管怎麼樣 你也是在消耗自己的彈藥 你用你的不管是艦載的 或者是基地的 陸基或海基型的 你就是盲目的去掃射 怕烏克蘭的這個 他的無人機靠近你 那烏克蘭的這個在戰場上還有一刀 那因為俄軍就宣稱說F-16戰鬥機 你準備要這個北約和美國 你要軍援這個烏克蘭的 那俄羅斯就想說 我就乾脆去炸你的這個機場 尤其是俄羅斯他炸的是 宣稱是說烏克蘭的北部 北部東部的這個基地 他的這個烏軍的空軍基地 去炸他的這個蘇凱善系的戰鬥機 他宣稱炸了五架 可是你看這個是俄羅斯官方 釋出來的影片 他是用Telegram所發布出來的 那可是我們沒有看到 他炸了五架戰鬥機 目前影片當中看起來只炸了一架 而且旁邊的這個跑道還是完整的 他似乎感到壓力 因為我們昨天講到 俄軍現在怕川普的這個因素 他就猛攻加大他的攻勢 烏軍那我也加大我的攻勢 也要趕快去讓防止你 所以看到他的這個影片 似乎有剪接過 因為沒有看到這個戰鬥機 被炸了之後他會有 照理說會有二次爆炸的 那個畫面這個產生 其他的那個影片 他這是無人機去拍攝的 最好笑的是 烏克蘭他去派無人機 去攻擊這個俄軍的時候 俄軍的防空飛彈 既然沒有射中那個無人機 無人機這樣子這樣子飛過去 你從無人機的視角 有一段影片 無人機的視角這樣子飛過去 這樣拍的時候 拍到那個俄羅斯的防空飛彈 他的防空飛彈 從地面上就有一個煙 這樣子爆發出來 這樣咻這樣射過來 結果沒有想到 沒有射中這個烏軍的無人機 反而被他這個躲過了 所以也讓大家質疑說 俄軍裡的防空系統到底怎麼了 現在已經展開了環太平洋軍 你說這次環太平洋的軍演 完全是衝著中國而來 而且美國演都不演了 好吧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先跟大家講 規模非常大 有25000人參與 而且有29個國家 以國家來講 讓你發現 亞洲國家特別多 日本 韓國 菲律賓 汶蘭 印尼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印度 以色列 斯里達卡這邊包起來 中國大陸在這裡 中國大陸以前是有參加的 觀眾朋友 2018年以前 中國是有參加環太平洋軍演 但是2018以後就沒有 它兩年一次 那過去來講 為什麼沒有參與 因為中美關係緊張 觀眾朋友來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在於美國已經退役的 兩棲的這一個登陸的作戰艦 你知道它有多大嗎 多大 它只比航空母艦小而已 4萬噸的這個大小這個艦 要把它集成 那講說這又怎麼樣嗎 來觀眾朋友 因為你要看他做什麼事 他講什麼話 我給大家看一張照片 這是這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 的一個記者會 我們台灣7家電視台都去了 全世界來了很多媒體 這個人他叫韋德 是美國第三艦隊的海軍中將 他負責回答問題 記者就問他說 這一次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集成兩棲作戰 4萬噸 對 4萬噸 兩棲作戰登陸艦 誰會登陸 這幾個國家看起來 沒有人會登陸啊 但他不告訴你 問他說是不是會 就把他找給你看一下 兩棲作戰登陸艦 我先跟大家 要把這個集成 對 要把他集成 為什麼要把他集成 因為就模擬有人會用兩棲登陸作戰艦 去做侵略的行為嘛 記者問他說 你們為什麼要做這個軍演 來我要如實的講韋德怎麼說 他說我們要防止侵略的行動 因為我們有台灣記者在嘛 所以你是講台灣被中國大陸侵略 他說我不指定任何一個國家 但是我們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 我們所有二級國家會一起來壓制 好 第二個 寶傑哥 老婆你看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台民眾看了以後沒有feel對不對 我看的超有feel 這個是澳洲的空軍的司令 他是個將軍 這個是日本自衛隊的海軍的將軍 最高的指揮官 這個是智利的 這個是加拿大的 他是美國的 他全部站出來二級的國家 他全部告訴大家 我們要反對侵略行為 誰會有侵略行為 好 觀眾朋友 這次不是有個2024的 所謂聯合利劍的演習嗎 中文到底不是那種六張照片嗎 什麼戰記對不對 其中有一張我看得很清楚 叫就是洞拐腰的兩級登陸出戰艦 兩萬五千噸的他的排水量 所以基本上呢還沒有最大 他往上還有到洞拐五跟洞拐六 那這次我講了 導播剛剛那個畫面有沒有 美國這一次的環代表軍 還不是美國二十九個國家嘛 兩萬五千人 他要集成的這一艘 寶傑哥是四萬噸的 所以已經是比這個 這一次聯合利劍出來的 兩級作戰登陸艦 更大 還要更大 那兩級作戰登陸艦幹嘛呢 他上面會有這個登陸艇 他會有坦克車 他會有裝甲車 就是準備要搶攤登陸的 那現在看起來整個義太地區 沒有任何國家做這件事情 所以上次 菲律賓跟美國在聯合軍演的時候 中文到底就講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那麼針對 這一次更針對 他直接把兩級作戰登陸艦 把它集成 第二個 他還告訴你說 我們要反對侵略 第三個 為什麼這次中國沒有參加 他說 來寶傑哥他怎麼說 韋德講說因為中國違反了國際規範 所以我們不要請大家 規範國際規範 然後再來 他要反侵略 然後再講說 我們根據台灣關係法 還有三個公報跟六項保證 維持印太的和平 這一次的聯合軍演29個國家 其實感覺就是說 你只要有人在印太方面 做了侵略的事情的話 你有兩級作戰登陸艦 我就集成給你看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一次排開了這麼多的國家 而且其實基本上 就是把中國給包圍起來 他在這裡演習 可是你看周邊的國家 你說歐洲也來了 歐洲也來了 歐洲來了七個國家 對 英國 荷蘭 加拿大都來了 加拿大 美國 然後巴西 南美洲都來了 所以等於就是 美國的火力展示告訴你 我在整個 因為這是整個地球表面 最大的海上的軍事演習 他要告訴你 我要印太和平 他要告訴你 我會騎乘登陸艦 所以他的意思非常明顯 就是對中國而來 剛剛結束的勇敢之盾 2024 台灣沒有什麼報導 可以看 中國大部報導 而且中國大部報導 嚇死了 他們說你看那個陣仗 一開始 剛剛講 他就是第五代戰機 精銳進出 這樣一個F-22 中國就已經沒有辦法抵擋了 他居然把滅國神器 當打頭陣 逼吐轟炸機 帶頭陣之後 旁邊半飛的 就是F-35 旁邊半飛的 就是F-22 第二 寶德哥當然嚇壞了 為什麼 因為中國官媒呢 用所謂的針對性極強來形容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所謂的 針對性極強 勇敢之盾 所演練的項目就是 當中國如果想要侵略 想要呢 佔領台灣的時候 他們所做出來的反制作為 甚至他們根據所謂的反制 現在畫了三條 第一個 就我關島可以攻擊你 第二個 我從菲律賓可以打擊你 第三個就更可怕了 他說我從日韓 直接斬首你北京 所以你說這叫不叫針對性極強 而且不只是如此 被中國還沒有 所以他有三個反擊線 對 你膽敢犯台的話 第一個通常講的 我的關島的飛機 就直衝而來了 我的菲律賓可以做反擊 我的日韓也可以反擊 對 但更可怕的是 你所使用的 你手上抓的解析是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 叫做三大滅國神器 在哪三大 第一大叫做B2轟炸機 以前B2轟炸機 它堪稱地表唯一一款 巨型的隱形轟炸機 美國從來不會把它拍到外島去 都是用在本土 但這一次勇敢之隊 有沒有看到 它站在C位 直接現行的 它是具有毀滅性 一台B2就可以毀滅一整個國家 這種威力 再第二個就是F-22 你說F-22真的嗎 當然 為什麼 因為F-22加F-35 一個負責偵查遠距離徵收 一個負責踹門 一個負責打擊 它等於全方面的跟你中國講 我全部你的來伴者 不管你是飛機 不管你是艦艇 我通通只要進到我的範圍之內 我一一把你殲滅 但你說殲滅殲滅 這只是這個我們講的巡演而已啊 只是在天空飛飛啊 沒有美國來真的 為什麼 它直接用PRSM 也是我們講的全新型態的 這種精準導彈 對 它做了什麼事情 它用無人海馬士機種 直接把一台1.7萬噸 我再講一次 1.7萬噸的兩棲登陸線摧毀掉 摧毀 對 結果保德哥你知道 後來他們發現不對 兩枚喔 他用兩枚就摧毀 結果後來搞錯了 一枚其實就已經夠了 一枚就炸完了 兩枚只是買個保險而已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在二部產黨上面 烏克蘭大量使用的 ATSM-S 把很多的 包括你的煉油廠好了 你的戰艦也好了 你的很多的機器設置 就把你給炸掉 可是現在這個ATSM還只是第一代 現在用的 現在放在亞洲的PRSM 這比ATSM還來的厲害 你就知道它的威力有多強了 因為PRSM它是所謂的 陸軍戰術導彈系統的 我們講的取代品 也就是它是第二代的升級版 所以萬一之 你仔細看看 美國整個所有的想定 我們把它全部串連起來 你就懂了 為什麼 比如說它先派了一個 叫做B1B轟炸機 那B1B轟炸機呢 它雖然沒有像B2那麼厲害 但它負責對的是誰 對艦艇 所以它的想定是 你中國有艦艇 你想要從宮古海峽 想要從巴士海峽出來 我們B1B先把你全數的艦艇 都做轟炸殆盡 而在空中又有我們的什麼 有我們的F22 有我們的F35 把你所有來犯者的空優 比如說你的殲10 你的殲20 我全部打擊掉 這時候巴傑哥會出現什麼 出現什麼 戰場進空 那戰場進空誰會出現 B2這個滅果神器就來了 也就是為什麼我要F22來扮飛 我要F35來扮飛 到F22 F35在空中的時候 我可以在空中的 等於說我會馬上 取得空中制空拳 這個制空拳拿到了以後 剛剛講我可以長驅直入 我們講他的所謂的 徵收能力非常強 他的打擊能力非常強 也就是我可以把你SAM300 SAM400 你所有的防空武器 全部的機會 機會之後 這個時刻B2登場了 對 而且還是分三個層次打擊 為什麼 因為第一波攻擊 第一波反擊線就是關島 換言之他有能耐從關島這邊 直接打到第一島鏈 所有來犯的 我們講的中國解放軍 他說如果關島這邊有遺漏 我再進行雙關門 什麼叫雙關門 上面是不是我們講的 這個宮古海峽 宮古海峽我用日本韓國直接關門 並且對你北京進行斬首行動 另外呢我們的菲律賓 則是對於巴士海峽進行關門 換言之 如果我關島這邊有遺漏的 我有第二道防護網 第三道防護網 而等到B2轟炸機要入侵的時候 你以為B2他只能投彈嗎 你錯了 因為B2上面也配載一個 叫做AGM158 我直接跟各位講 射程你就會聽懂了 1900公里 這麼遠 1900公里 或者是如果他在我們講的 這個偏南部的地區 甚至在這個迪克賈西亞 他能不能直接打到中國本土 可以打到中國 可以打到中國本土 所以四面八方 所有你的境內 都是我的轟炸範圍之內 南部看到這次2024的勇敢之盾 也寫受 中國有一個官網 CCTV的官網 叫今日亞洲 今日亞洲 特別提到 他說這一次的勇敢之盾 是針對性起象 美軍的勇敢之盾 登上 他講這是大規模的 而且是美日編隊 各種軍種聚焦島鏈 因為勇敢之盾 勇敢之盾 各位你有沒有知道 盾這個字 盾這個字代表防守 也就是當你中國進班的時候 我會全方面的 把你所有的來伴者 給完全殲滅 而這個B2中砂鏈 為什麼他堪稱滅國神器 其實你仔細看他的配載 你就懂了 第一個 他全長21米 說21米什麼概念 我就跟你講 半個除酒場 那你想想看半個除酒場 這麼大 可以放多少彈藥 嚇死人隊 放6萬磅的彈藥 他能放6萬磅的彈藥 那你再看 不只是這樣子 而且他的飛行距離 非常的長 比如說呢 你看喔 中間不加燃料 航程可以到多少 講人嚇死 一萬一千公里 那不是就會飛越一個太平洋了吧 就全世界 他只要在加油 而且他可以空中補給 他隨時可以飛達 你看喔 只要有補給的狀況 一萬八千公里 全世界任你飛 而且他的時速呢 高達我們將近快要一千公里 是超快 所以你以為他是一個巨獸 結果不是 來我們再講到他的彈藥 你就知道更驚人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傳統的這種核彈 他當然是可以丟 比如說B617 B6111 但B6111就特別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講 這種重要的軍事設施 都會藏在地下 藏在碉堡 包括美國在阿拉斯加 也做了很多這種碉堡 所以我要鑽地彈 對 他這個叫做鑽地核彈 還不是鑽地彈喔 是配載鑽地核彈 代表你就算 躲在堅硬的打擊地方 比如說他還有這個B831 所有的方方面面 任何的場景 任何的地形 他都有辦法因應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也配載了 我們講16枚這種JDAM 那JDAM 你說他有什麼特別的 第一個 他型號非常多種 比如說他有些型號 同樣也可以鑽地 有些型號可以遠距離打擊 有些型號可以對 我們講地面的任何標的 而且最多也可以搭載80枚 所以當時伊拉克戰爭 就曾經藏過這個苦口 你看B2那時候 這放了多少 我嚇死了 68盾 他放了68盾的炸藥 甚至是583枚 所以當時我們講的 整個男子拉斯大使館 就被五枚JDAM的精準代表 完全打擊摧毀代謝 可怕再說 因為他藏在著所謂的 地下的五樓 他懷疑說 這個美國的非常重要的飛機原件 被藏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他五枚飛彈 都從同一個洞口 他是這一棟大樓裡面 同一個洞口 從裡面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一直把他炸到地下五樓 對 你知道他的精準度 以及他的破壞力代表 他就算你藏在哪裡 天涯海角 就算地底 我都有辦法精準的 在同一個地方連續投地打擊 直到我要摧毀的目標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因為包括我們的B2F22 他現在有一個全新的計畫 B2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他可以在24小時內 飛遍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但你說F22 他的債油量就沒這麼多了吧 對不對 所以美國也想到了 推出一個全新的計畫 叫做快速猛禽計畫 什麼叫快速猛禽 以前大家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F22出動 他是不是很焦貴 我都要從美國本土 但想白了 我從美國本土 如果飛到中國的話 拜託啊 那個油都沒了 而且F22你要知道 他有個特點喔 他是不是飛行很焦貴 我們是不是講說 一個小時要花140萬台幣 所以他代表他的隱形塗掉 所有的耗箭都會耗損 所以他們為了要避免這個狀況 開始幹嘛 我們化整為零 直接把他分散到 部署到我們講太平洋的各個島嶼 但各個島嶼這時候 他會出現一個問題啊 那我的基礎設置不夠怎麼辦 所以美國為了意義這個狀況 早就已經大量的在太平洋 在菲律賓 部件的可以提供F22 足夠的後勤 而且他們是用怎麼樣的模式 試駕F22 會配一個C妖怪 再配C妖怪幹嘛 C妖怪就搭載他的運輸人員 地心人員 他所需要的裝備跟補給 與此同時呢 在地面上他們也廣設了 所有大量的這種空軍基地 而且保利哥最可怕在於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裡 F22不管在哪裡 F22到達的地方 C妖怪就來了 C妖怪來了以後 你的後勤補給需要的 這個備品 你需要的人員 以應俱全 我們先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紹說 冰海作戰團很可怕 因為神出鬼沒 你不知道海馬是會從哪裡發出來 那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滅國神器 他有可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的F22 突然間一個小時 就出現在你的領空 開始對你遠距離千里之外居殺 所以這才是中國最恐怖的地方 而且美國還展示了什麼東西 除了我們講的F22跟C妖怪之外 最重要的我們的大力神 可也沒閒著啊 包括我們的C妖三棟 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遠距離的 運輸所有海軍戰隊 甚至我們飛行單位 所需要的燃料跟武器 所以換言之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都是美國可以發動攻擊的地方 聽說這一次的勇敢之戰 台灣好像沒有注意到 中國真的是高度健庇吧 那中國高度健庇 大家看 你開始居然是五代戰機 為這個所謂的主力 主力了以後 你的B2F22 B2居然可以跟F3組 還有你的F22 居然可以跟C妖怪 整個混邊搭邊 作為聯合作戰 這個在過去沒有過的 而且這個對中國充滿威脅 對 你知道 中國現在要應付台灣 對付台灣的 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萬噸大驅 或者是所謂的兩棲作戰艦 或者是所謂的 它所謂的航空母艦這些東西 也就是它所謂的 下水角的方式 萬艦齊發 萬船齊發 但是你知道 其實美國要應付這些船舶 要怎麼應付呢 這一次在勇敢之盾 或者是接下來的Rimpact 就是所謂的環太平衡軍演 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這一次勇敢之盾 它集成的是1.6萬噸的 這樣的一個 兩棲登陸艦 然後接下來在Rimpact 要集成的是4萬噸的 中國它現在所造的 三艘的這個075 基本上它是3.6萬噸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4萬噸可以炸掉 你3.6萬噸 絕對是可以炸掉的 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針對興吉祥 不是只有勇敢之盾 接下來的環太平衡軍演也是 對 然後勇敢之盾的1.6萬噸 你再想想看 中國現在主力戰艦是什麼 就是052或者是055 055的話大概是1.1萬噸 然後052來講的話 大概是7千噸 如果1.6萬噸的話 用兩顆的PRSM 直接可以炸掉的話 那中國所有的軍艦 全部一顆兩顆 全部都可以炸掉 所以你就算什麼萬船齊發 萬艦齊發 美國還是有辦法去處理你的 那這一個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次的數字 這讓大家非常驚訝 以前我們剛剛講 你在環太平洋軍演 或者勇敢之盾軍演的時候 你其實都有一個集成的演習 其實你已經剛剛講 兩邊狂轟爛炸 什麼炸來炸去炸去 最後要幹嘛 最後要靠那個MK80 也就是魚雷 把你的龍骨打掉 你才可以沉沒 可是這一次不是 這一次在遠方用海馬斯 設了一個PRSM 設了一個PRSM 只是一枚飛彈 就讓這個戰艦 1.6萬的戰艦 幾乎要沉沒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說 這一顆所謂的PRSM 發射出來 是按照所謂的 自動化的海馬斯 自動化 也就是AML 就是這樣一個發射車 那這樣發射車 是一個在遠端距離 在控制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 我海馬斯在哪裡出現 不見得是會有人在哪裡出現 那你來講的話 它可以自主性的是追蹤 它是無人海馬 它是無人海馬 它可以去什麼 輸入相關的所謂的航機之後 而且你知道這一艘 這一次被集成了1.6萬噸 它是在航行過程當中 它不是定點在那邊 它不停在那裡 它是在航行過程當中 而且美軍它做了一件事情 這是陸軍有史以來 在美國境外所做的事情 用它的這個高空氣球 飛上了5萬英尺之後 從關島飛到這個北馬尼亞 然後群島的上空之後 接下來 它再派出所謂的香草 Valina的這樣的無人機 當作他們的通訊載台 而且Valina它可以不用空中加油 就可以在空中滯留8天 完全不用加油 然後這一次的演習當中 他們說是根據 在第27個小時的時候 他們建構了整體的 所有的通訊網絡之後 在由地面上的這個 無人載具的這樣一個海馬斯 直接就是對什麼 對這個船艦來進行這樣攻擊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不用靠人 它全部都是靠無人機 無人載具 無人海馬斯等等之類的 來所有的運作 那這個東西 那不就地獄景象了嗎 對 更加麻煩 更加這個 讓中國屁屁抓什麼東西 你知道這一艘 這個馬尼納的無人機來講的話 它還經歷過所謂的暴風 也就是說它在所謂的颱風 暴風的過程當中 沒有被斷掉任何的通訊 也沒有任何的被 這個所謂的 氣候因素所影響 它還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這就是所謂 他們真正的扎扎實實 在做演練 我怎麼把這些 所謂的萬頓大區 把它幹掉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廷偉你在看到的 這次永等之盾 你最驚訝的 還不是B2轟炸機來了 F22來了 F35來了 它可以混邊 它可以做聯合作戰 你覺得最恐怖的是 以前需要魚雷 或者需要狂轟爛炸的 這個戰艦才可能沉默 現在居然 一枚就可以砸掉 一枚砸掉就代表 我可能透過AI的系統 我對這艘戰艦 所有的狀況 我都已經撩弱之盪 就像天王星的 這個所謂的戰艦一樣 針對莫斯科 你哪裡最脆弱 你哪裡有問題 我哪裡可以一擊必咒 我現在根本就把 烏克蘭戰場所有的經驗 整個移轉過來了 對 移轉到印太地區 印太亞太地區 而且你知道 就算中國你有多少船 比如說三百多艘 四百多艘 我基本上只要三百多顆 四百多顆的PRSM 就可以把你擊毀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美國 它真的就是面對中國而來的 它在看中國 你怎麼去應付這個東西的時候 美國它已經開始出招了 什麼什麼招 除了空中編隊這個聯合作戰之外 在地面上 在海面上 完完全全的 都是針對中國目前的 重點經營的一個對象而來 然後我摧毀你 看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是有任何能力 來應對我的話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現在中國看到都是屁屁錯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沒有能力可以渡海作戰 好 所以 近平 剛剛講的是 這次剛剛講的 美軍在這次有關之段 甚至最近接連著很多的演習裡面 我們才發現 它有三條的反擊線 三條反擊線 我會從菲律賓 我會從日韓 我可以從關島 執取中國新造 這三條反擊線很重要的 就是以關島為核心基地 從關島第一條反擊線 所以你看到 6月7號到6月18號 它的勇敢之盾 兩年一次舉行B2轟炸機 剛剛宇仙講的這架轟炸機 它特別從美國本土飛來關島 這是五年來第一次 上一次飛行降落在關島 安德森空軍機體已經是2019年 那這一次這個飛來 兩架從這個 美國的本土的 懷特曼空軍機體 飛到關島 進行這樣的一個聯合軍演 那這一次的這個聯合軍演呢 除了美國自己之外 它的海軍陸戰隊 空軍啊海軍啊 你可以想到的軍種都投入 日本也有跟這個美國一起做軍演 澳洲也有部分的兵力 跟美國參與這樣的一個軍演 所以呢 這一次第一條線 就是從關島開始 它就是衝著台灣東部西台灣 太平洋 讓老共知道說 它掌控了這整個海空優勢啊 你要怎麼跟它拚 你要如果要從其他方向突圍的話 你想得到 中國會從北邊嘛 也會從南邊嘛 那我就先講南邊好了 南邊 那它勇敢之論 剛結束之後呢 第二條線 就在這邊 幫你堵住 所以它現在接下來有一個 航空支援活動 航空支援活動 這個是美國跟菲律賓軍方啊 也是年度例行的固定演習 那這一次呢 美飛軍演 對 美飛軍演 它在這個美飛的肩并肩之後 肩并肩是屬於海軍陸戰隊 那種登陸搶灘 躲倒 你想的不一樣 航空支援顧名思義 它就是海軍跟空軍的 一個航空支援的 這樣一個演習 所以美軍現在在菲律賓 設了好幾個基地 而菲律賓 他把他的這個海軍陸戰隊 他的海軍跟他的這個 海軍航空兵 加上美國的這個海軍 一起在這邊 你要想想看 當戰事開打了之後 中國解放軍 他會想要突破巴士海峽 巴士海峽 那解放軍一定有他的這個 殲16殲20殲11啊 還有他的這個航母艦隊 一定要從這邊進出 那你就要封鎖巴士海峽 所以美飛的這一個 第二條線 航空支援演習 就是讓老共知道說 我連巴士海峽這個出口 都把你堵住了 讓你出不來 那第三個 那我從東海可以吧 因為他們在想說 北區北方戰區 北部戰區 有他的遼寧艦的艦隊 南部戰區 有三東號的航母艦隊 我封住了你這邊 南部戰區之後 那北部戰區 遼寧號航母艦隊 跟這邊怎麼辦 那當然 美國跟日本韓國 就在這邊把你封起來 你要知道 所以他們接下來 就有一個自由之熱的演習 對 美日海三方軍演 本來雷根號 跟羅斯福號航母 都在南海 跟這個西太平洋這邊演習 後來雷根號 他結束了之後 往北航行 羅斯福號 就來到了這個韓國這邊 來到朝鮮半島 在俄乌戰事開打之後 俄羅斯在西太平洋 能夠威脅美軍的這個力量有限 所以這一次美日韓 很重要一點 就是衝著朝鮮半島跟北韓 直接跟北京 跟北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講的 美軍比較擔心的 就是東風26導彈 東風26導彈 有關島快遞支撐 直接打關島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 給他們的這個稱號 但你直接打關島 沒關係啊 我這邊已經有愛國者飛彈 那我還有其他的這個 薩德反島系統 以及 他這個神盾艦上的 標3跟標6 這些防空飛彈呢 其實也都有可以針對你 這個東風26導彈 那另外呢 他們就是擔心 東風21跟東風17 那東風21跟東風17呢 我就不要靠近你 那你在你第一島鏈 沒有辦法接近的這個地方呢 我讓愛國者 然後讓這個 還有航空母艦上面的F35 跟這個其他的這個戰鬥機 去對付他 足以在這一條 變成一條整個防線 讓你東風26沒有辦法威脅 所以從關島 天陵島跟帛琉 就形成了對北京的全面 三條線的板擊壓制 好 國民 剛剛講到的 這支勇敢之隊 引發了中國高度的戒備 看起來也是高度的一個恐懼 高度恐懼 那一開場那個所謂的 五代戰機以前 很少這麼多的五代戰機 同時出現嗎 另外一個就是 它今天根本就展現了一個 我的快速集成戰艦的能力了 當然 其實我們看到 所謂五代戰機 其實比較小看 這五代戰機 基本上美國空軍是幹嘛 都是打群架 打群架 打群架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你上面有預警機 搭加油機支援 現在沒有 現在不只是空中預警機 加油機 現在什麼 F22有 F35有 然後呢 V2 V1 V2從哪邊 從美國本土過來 其實要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討論 這些空大機平常在哪裡 當然是進駐在美國本土 但是它可以在一天之內做什麼 招發細緻 就到了關島 關島之後做什麼 起飛之後 開始丟 上述的長程反艦飛彈 對 你要AGM-158 AGM-154 然後陸地上還有 PR-SM 陸地上有 空中上有 其實你比較小看 美國軍艦上也有飛彈 所以其實你去想想看這個畫面說 萬一啊 萬一戰死的時候 你軍艦要過來 中國軍艦要過來 陸地上有PR-SM 然後呢 V1從美國本土來丟炸彈 然後呢 美國海軍也有 空軍也有 然後它還有衛星的資源 所以其實你想想看說 你看說在二屋戰之中 莫斯科奧的一舉一動 都被看光光了 那中國軍艦要過來 我們不是說歡迎 說你可以過來 但是我都看得到 然後我準備了這麼多傢伙 在等著你 你還要過來嗎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兩枚的天王星的飛彈 海王星的飛彈 兩枚海王星的飛彈 居然 把一個莫斯科號給騎乘了 莫斯科號是整個黑海艦隊的騎艦 最強的部分 兩枚就代表 我已經透過 我已經透過整個預算 我已經知道你最薄弱的地方 而且我可以在遠處的地方 這兩枚是不同地方發射 兩枚不同的地方發射 都打到了 這個所謂的莫斯科號的要害 現在這個東西也會在台灣這裡發生了嗎 應該說美國是用 用海王星飛彈 騎乘莫斯科號的例子 演給中國看 那其實我們不要小看 這個海王星飛彈 海王星飛彈雖然是次因素 但是美國有更 第一個他們有被因素的飛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有比海王星更強的飛彈 然後它的攻擊軸件 不是只有從東邊來 你要考慮說潛伏在底下的潛艦 它可以從西邊過來 所以其實不只是從關島東邊過來 不是 它也可以從南邊上來 然後再搭配 再搭配什麼 日本的戰力 日本也有反艦飛彈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想一下 這個多管旗下 然後透過這個勇管支援做什麼 直接研給你看說 你要來看的話 你要來洗的話 我先集成一萬多噸的金箭可以看 然後環太平洋也洗 要集成塔拉瓦吉四萬噸 其實塔拉瓦吉你把它改裝一下 其實它可以起降F35戰機 其實美國感慨 我就演給你看 你四萬噸 你三東號導演鍵 六萬噸 七萬噸 沒關係 我再多幾枚飛彈就夠了 所以其實美國它ThinkSight 還有它的用意 好 那另外這兩天 我們看到我們的中科醫院 也在我們的左營的外海 開舉測試水雷 當然我們台灣的水雷的能力 技術下來要往上提升 可是你剛剛講的 現在的水雷已經高科技化了 現在水雷可以長期的浮在海底 而且它可以精準的判斷 到底是敵我的所謂的戰艦 如果對方的戰艦來的話 它會自動扶上來 然後摧毀對方 其實水雷本身就很恐怖 我們想想看說 反艦飛彈 我們都精進技巧說 你到底是彈頭75公斤 然後150公斤 還是250公斤等等 那一枚反艦飛彈 就可以造成這麼大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高雄 釋放水雷的畫面 你看水雷因為它有浮力 所以其實它的裝藥量 就比飛彈的彈頭來得大 光是水雷它的威力 就比飛彈來得大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其實水雷炸什麼 炸的是船艦的一些水下 所以其實你看說水面艦 不是說你看說 它的龍骨被炸翻之後 它就成了 那水雷就是專門炸水面下的 水線下的 所以它本身的威力就很大 裝藥量比飛彈大 第二個它爆炸的地方在水線下 所以它對軍艦傷害很大 它本身就是一個不對勁出戰的力氣 那之前我們都知道 你水雷可以放在 飄在海面上 飄雷 塵在底下 塵雷 細流雷 那其實你知道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它沒會反覆 那現在水雷多聰明 我們一些叫做smart mind 多聰明你知道嗎 現在的水雷 它有譬如說音響 你碰過去之後 聽到聲音 碰漲 你經過去之後 磁性改變 它碰漲 甚至它還可以算你的聲紋 這個都算是聰明的水雷 但是現在的水雷更可怕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講一個概念說 現在水雷它可以 釋放到任務區域 任務區域做什麼 它用技術的 就是說你算定這個行動說 經過100次之後 它才會上幅爆炸 當然你經過100次 我們手機要趕快去更改那個參數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現代化的水雷是做什麼 就是把它沉底在底下之後呢 其實它有類似一個膠囊 讓這個水雷沉下去 但是碰到敵劍之後呢 它就可以上不上來 然後這些水雷 還有部分的游走能力 這叫自走式水雷 所以其實它雖然說不像魚雷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想成小型的魚雷 就碰到敵劍之後 它可以自動判別之後呢 自動游過去 那游過去之後 一枚不夠兩枚 兩枚不夠三枚 其實這個是呢 對抗中國軍艦的很好的力氣 好 原來就要講到的 這次在勇敢之隊軍演裡面 大家非常亮眼的就是 兩枚有人講 就只有一枚PRSM的飛彈 而且是在千里之外 竟然打中了1.6萬噸 就直接把它給集成了 我們講PRSM就是把 它是ATSM的升級版 那現在ATSM已經在哪裡 已經在俄羅斯跟 俄羅斯烏爾戰爭上面 已經建功了 它現在根本就把這個雷達戰打掉 把這個雷達戰打掉之後 剛剛講現在已經雷達戰 把你眼睛耳朵打掉之後 已經攻擊了5艘戰艦了 阿俄哥你在看這個 烏爾戰戰的過程當中 有幾個點 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 就是說美國的介入越來越深 來 我給你看一下 因為這是美國的 ATACMS的這個飛彈 它打到哪裡 俄羅斯其實是克里米亞 所以它在海邊 它打過來以後 被俄羅斯的這個防空系統 給攔截了以後 你現在這個畫面 因為等一下我 我請導播給大家聽那個聲音 因為這個是建設器畫面 你看到有沒有 整個海面上剛剛沒有喔 全部它的這個碎片掉下來 因為被它的防空系統給攔截了 這是美國的武器 被俄羅斯打到 可是這個被烏克蘭打 水面上怎麼就像面狀一樣 一個面狀的整個爆炸 對 因為這個美國的武器 烏克蘭打向俄羅斯 俄羅斯把它攔截以後 你要知道 現在看起來的畫面 就是一個 在海灘的一個監視器畫面 有5個人死亡 就光是這一個爆炸 就有5個人死亡 它把飛彈攔截下來 它整個掉下來 所以整個海面上全部都是 那等一下 我給你看另外一個角度 那個角度是從這個 它的旁邊的餐廳裡面 就聽到那個聲音 像是在放鞭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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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 那你打俄羅斯以後 現在已經死了這麼多人 因為本來都是俄羅斯來打烏克蘭 所以你說用這個 ATSM的彈頭 它是極速彈 極速彈了以後 它的彈頭很多 所以我們才看到 它這個水花四射 對 即使它被攔截成功了 它掉下來 還是造成了5個人死亡 而且保健哥 它是在海面上 如果它今天是掉在一個市場 或市集或是住宅區的時候 那可能是500個人死亡 對不對 我講這個極速彈 已經講很久了 可是你看到 這個極速彈的威力這麼大 所以當這個美國的武器 已經被烏克蘭拿來使用的時候 俄羅斯現在目前面對的 跟以往他一開始 普丁他認為說 可以在可能一個月以內 或幾週以內結束戰爭 跟狀況完全不一樣 剛剛保健哥講的那個 數位的中系戰的通訊系統 以往在剛開戰的前面一年半 烏克蘭完全沒有辦法反制 也沒有辦法打到這個俄羅斯的境內 可是現在從剛剛的海灘 所使用的美國的武器 還有相關的這些設備 都已經因為大量的進入之後 俄羅斯感覺到被烏克蘭給反擊 而且打到俄羅斯的境內 和歐克蘭開戰的